用专业的眼光看电影 去吃过度娱乐话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何止电影 座主村里长见一个老人 抽着烟 座里念着文武相贵 用一种不太自然的姿势六弯 他叫王吉祥 翻过年就62岁 他常念的文武相贵 指的是他的兄弟姊妹 文是大哥王吉文 物物是二哥王吉武 香是四美王吉香 贵是五弟王吉贵 他把兄弟姊妹挂在嘴边 唯独不说他自己 以前他在优天当保安科长 老婆是大夫 每次过年回家都可疯狂 可惜95年得病 脑子超坏了 失去了行为能力 也照顾不了孩子 于是老婆提出离婚 当时孩子才十五六岁 法院把孩子判给了妈妈 其实王吉祥对孩子很好 好到溺爱的那种 可孩子不懂 也不明白离婚的厉害 在法庭上说了些 对爸爸不好的事 帮妈妈隐瞒了财产 最后让爸爸近身出户 老太太只好把王吉祥 从油田带回作树村 移住就是二十年 王吉祥的女儿小名叫莉莉 莉莉工作后 在奶奶的一再要求下 每年春节终于知道打个电话 问爸爸情况怎么样 他已十年没回来 但这个春节前 他回来了 回来才发现 爸爸王吉祥认得家中 每一个亲人 唯独不认得他 而且 一直照应着爸爸的奶奶 也生病住院了 他只能向长辈们 打听爸爸的情况 自从奶奶带爸爸回来 就一直跟二大爷和二嫂一起住 生活也全由二嫂家照顾 二嫂说 他今年六十三了 这二十年来 他照顾吉祥也出了不少力 干了不少活 吉祥在病中 什么都不知道 主食就只吃包子 所以二十多年来 家里就一直包包子吃 二嫂叹了口气 又说 吉祥的牙不好 抽烟抽的 一定要抽三到四包 得控制它 还每天溜弯 溜弯那路上 全睡眼筒 年前 奶奶从医院回到家里 奶奶一直昏迷 医生说 醒过来是不可能了 子女们便把奶奶接回来 按习俗 再加过年 吉祥看到妈就哭 老太太躺床上 吉祥就守在旁边 老太太住院这几天 吉祥就总念到找妈 大家都说吉祥孝顺 老太太腿脚不好 晚上吉祥就帮老人脱棉裤 脱棉袄 早上再给穿上 老太太一直不醒 二嫂去找先生算命 先生算完说没事 三十晚上弄两张纸 在门口烧了就行 王吉贵 带吉祥去捡头发 吉祥乖乖的 王吉贵跟莉莉说 吉祥跟老太太相依为命 缺了谁都不行 可现在老太太快不行了 兄弟们都在想 吉祥怎么办 以前大家考虑过 把吉祥送精神病院 但吉祥不是精神病 大夫说啥 他都不听 还跟人家喊 不服人家 所以老太太才说 还得自己家人照顾 大哥王吉文跟莉莉谈 让莉莉想想办法 万一奶奶没了 她能不能把爸爸接走 莉莉垂下头 小时候 爸爸刚生病那会儿 脾气特别暴躁 他进屋看爸爸 爸爸就追着他打 王吉文说 那是病态 所有进屋的人他都打 不光是打莉莉 生病后 他的智商也就相当于 几岁的小孩 说不了几句 温武相规就上来了 莉莉看着很为难 现在他三十六岁 还带着六岁的孩子 王吉文只好说 有什么难处 就跟大爷讲 大爷在跟兄弟姊妹们商量 一起分担这个困难 春节没到 老太太就过世了 定好二十九出病 四妹王吉像哭着喊 再也没有妈妈了 四孤夜也是村里人 老太太看着她长大 在她的印象里 岳母好客 还很爱干净 年前她在三亚养病 岳母常打电话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希望能早一点 她说身体好多了 岳母就很高兴 说你好我就好 你好了 我们这个家庭才都好了 出门那晚 烧了纸钱纸牛 之后临车开走 其他人都跪在地上 大哭不止 只有吉祥站着 愣愣地看着临车走远 后面就得考虑吉祥怎么办了 说起吉祥 大哥认为 德兵以前 他是对家族贡献最大的人 那时 他在油田当保卫科长 兄弟们只有二哥在农村 他就帮二哥两个孩子 都办了城市户口 没让二哥出钱 见二哥二嫂 在农村种地辛苦 他又把二哥二嫂 弄到盘景去做买卖 大哥家孩子多 每次大哥去他家 他都是大米白面成袋的给 还有小弟 在父亲死后三年大学 毕业分配到黑龙家很远的地方 坐火车待好几天 还是吉祥想方设法 把小弟调回油田 他说 不能让小弟弟走那么远 三十那天 吉祥在雪地里溜弯 嘴里唱着阿庆嫂的戏 他十八岁当兵 这时他一直记着 三十晚上 鞭炮放弃 全家人围成一圈吃团年饭 刚开始气氛很好 大家一起喝酒 说座树村 是全家的快乐大本营 虽然老太太不在了 但大家还是尽量尝回来 二嫂也表态 虽然跟二哥离了十八年的婚 但到底没走 还是一家人 吉祥也喝了点酒 之后四姑爷送他回屋 让他在屋里 看2017年春节晚会 等姑爷再回桌上 大家就开始讨论吉祥的事 都说有时间的话 就回来帮着照顾照顾 听到这 二嫂开始诉苦 伺候吉祥太难了 吃多少喝多少都没关系 就是太闹人 闹得想睡午觉都没办法 二哥也抱怨 我们内屋门 都被吉祥踹破了 他总在找妈 把屋里弄得家不是家 地方不是地方 这时大哥提议 丽丽有条件有能力的话 就把爸爸接走 他还剩几万块钱 也有工资 但丽丽没出声 大家明白他为难 于是大哥说起第二个方案 毕竟一奶同胞 不能扔下兄弟不管 大哥的意思是 老太太有遗言 可二哥打断大哥 提出自己的方案 找个地方把吉祥送去 大伙拿钱 二哥掏多少钱都扔 只为图个清静 桌上沉默了一会儿 四国也发话说 一个人帮四个人挺难帮的 但四个人照顾一个人 还是可以吧 兄弟四个都还是好的 虽然岁数大点 但根据老太太的遗言 四国也话没说完 又被二哥打断 大家都有些不高兴 二嫂打圆场 说 吉祥可以暂时先在场 二哥跟着强调 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 但还是要找地方 轮着照顾的话 谁也照顾不来 五弟听不下去 四个管一个 怎么就管不了 二哥懒得理他 拿出东道主的姿态 要他出去 但这个姿态 激怒了更多的人 房子是老人留的 二哥怎么就成东道主了 局面对时混乱起来 二嫂让人要离婚 四妹声明 老太太住院和后世的花费 都是自己报了 二哥一分没还 谁也不提伺候吉祥的事 不知谁说了句 还能把老三杀了 一直没说话的莉莉 突然跪下来磕头 一边哭着说 大爷你别说 我跟你磕头 我对不起 你们辛苦了 混乱停滞 大家让莉莉起来 外面已放起烟花 吉祥的电视出了毛病 这会儿 他也来到外面 看孩子们拿着烟花晚乐 夜里 吉祥睡了 莉莉陪在旁边 第二天 莉莉给吉祥做饭 陪吉祥喝酒 吉祥望着他说 瘦了 多吃点 你嘴 往我站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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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 全家人在一起 拍了张全家福 四妹说 树倒湖遭散 老人没了 虽然以后 也会回来看看 但要所有人 全聚齐 不可能了 三十以后 莉莉也离开了 吉祥还留在村子里 下雪了 她依然抽着烟 在雪里溜弯 吉祥的短片 在影厅放映结束 导演大冯走到台前 接受观众提问 其中一个问题是 作为商业片导演 你为什么要拍一部 这样的短片 大冯没有回答 刚开始 她其实并没打算 拍三九吉祥 去找演员刘璐时 她想拍的是姥姥 就三十那天 姥姥怎么过的 会不会有人来拜年之类 拍到什么 全靠老天安排 她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回去才发现 姥姥已经病危 团队紧急开会 这时 才想到改派王吉祥 平时大鹏在北京工作 跟村里是隔绝的 现在回了村里 才发现周围 全是吉祥的事 亲戚都因为 她拍电影回来了 只有吉祥的女儿没在 所以大鹏安排刘璐 饰演吉祥的女儿莉莉 莉莉全名王庆莉 让人意外的是 听说大鹏要拍电影 王庆莉本人 也在年前赶了回来 王吉祥面对刘璐和王庆莉的状态 是不一样的 她和王庆莉拥抱 王庆莉陪她溜弯 她的表情 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亲戚们跟王庆莉说 你得有一颗感恩的心 你爸爸在这二十年 你十年都不回来一趟 不对 王庆莉大概也有苦衷 她把这里的事都跟妈妈在电话里讲了 她说 如果爸爸能在妈妈身边一起过 应该能照顾得更精细点 再说大爷二爷他们 也都有各自的家庭 谁有义务天天照顾爸爸呢 如果这些年 妈妈能跟在爸爸身边 她就放心了 刘璐听到这 忽然一言不发地站起来 走了出去 拍摄过程中 王庆莉也在旁边观看 只不过镜头里的她 是由刘璐扮演的 中间有一次开会 刘璐问王庆莉 我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十年不回来 王庆莉抱紧双臂 没有说话 拍摄老太太去世 人们都挤在屋子里 现场很吵闹 鸡香被挤到屋子外面 她站在那哭着唱 当兵的走了 大鹏给姥姥烧纸 母亲王吉祥说 要不是你拍这个戏 人也不能回来这么去 说起来 是姥姥给她的拍摄 画了一个圆满的句话 三十晚上的烟花 是去走放的 拍团年饭的那场 刘璐做饭桌旁 王庆莉在房间外面 看手机 随着团年饭的气氛 越来越失控 刘璐突然下跪磕头 但气氛 只得到短暂缓喝 随后的争吵越来越激烈 几乎难以把控 刘璐受不了离开房间 碰着杯子坐到外面 情绪人味从压抑中抽离 王经理坐到旁边 脸上没什么表情 依旧玩着手机 大方紧急停止了拍摄 剧组的人都出去 得先做调解 不然要打起来了 拍摄在吉祥的雪中 六万钟结束 大方给电影取名 吉祥如意 这个名字 来源于2008年的一段视频 当时 大方回村里过年 三九和姥姥都在 姥姥站在门边 指着门后的一张红铁 对大方说 这个好 红铁上只有四个字 吉祥如意 这部电影 于2021年上映 并获得不俗的口碑 王吉祥的归宿问题 最终也得到妥善解决 女儿没有接她走 但她也没有 被送去别的地方 她还是留在亲人身边 由文武响鬼轮流照亮 每人负责三个月 幻灭老人的归宿问题 长久以来一直存在 这几乎是每一个家庭 都无法绕开的话题 到了某个阶段 她必然会出现 更为难的是 即使有钱 也不一定能将这个问题 处理的圆满 因为问题的中心是亲人 是兄弟 是同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 钱可以买来照料 却买不来那份 天生的信任和惦念 看客们 也都不过是局外人 即使投入其中 像演员流露一样去痛哭 去质问 也无法抹灭真正的 王庆利 所做出的反应 亲戚们激烈争吵 而她远离风暴中心 电影并没有深挖 王庆利的具体难处 王杰祥的安置 最终由家人们商量着解决 每一个家族 都像一个有生命的团体 外面的人不必进去 里面的人 也总能找到相处的法门 所以 不必在他人的遭遇中 表达愤怒 类似的场景 太过常见 说不定哪天你就会发现 原来自己 早已经到场景中 每个人 都是伴随着死亡活着 家族的故事 便在活着与死亡的交替中 露出一个又一个暴点 人们逃避麻烦 却又割舍不了血缘 在自立和牺牲的斗争之后 那些负担起责任的人 即使在困顿的生活中 也能闪耀出温暖的光点 家族的故事之所以动人 正是因为在那些 必然到来的困境中 总有人 会经受住考验 吉祥如意 吉祥是考题 如意是结局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